大家好 我上边在介绍这种阿兰花样的时候呢 要用到这种小鸽的汁 那我今天就来分享 这种小鸽的汁 怎么汁 我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先 我先汁两阵阵阵 汁到这个树形的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吃鸽的汁的话 我们怎么汁呢 首先 把这只根线 在棒针上边 这样绕一下 然后穿进这个洞洞里边来 然后不要从下边绕 要从上边绕 绕出来 绕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看 我们这是两针 不要把这个线套脱落 然后呢 穿回 把这两针穿回到左棒针中来 然后我们绕出一针 再从 上边绕过来 然后呢 挑出一针 脱落这个线套 这样我们绕出一针 继续 继续 我们再绕一针 然后再从这个线套里头 再绕出一针 都是从上往下绕线 绕出一针 现在我们这上头呢 有两针 把最近的这个两针 穿回到左棒针上来 然后我们再绕出一针 现在我这针上是不是有两个套了 你想绕的疙瘩 就是饱满一些 大一些 那你就多 在这个线套里头啊 多挑出几针来 我现在来讲是两针 那么我们可以织五针 我们继续啊 第三针 我们从上往下绕 然后穿到这针里来 再是从上往下绕 织出一针 然后把最近的这两针 挑回到左棒针上来 针不脱落 继续绕线 从这两个孔里织出一针 这是我们看这个线套 就三针 我们继续织第四针 从上往下绕 然后从这个孔里头穿进来 还是依然的从上往下绕 织出一针 织出一针 现在这个最 右棒针上 最近的这个两个针 我们挑到左棒针上来 但是呢 我们不脱落这个线套 我们从上往下绕线 织出一针 这时候 我们再脱落这个线套 那我们看 我们从这个线套里 一共勾出 裸出来了四针 我想织五针的话呢 我就再绕继续 从这个线套里 再挑出一针 然后把最近的这两针 穿回到左棒针 线套不脱落 再织出一针 再织出一针 这时候脱落线套 那我这里头呢 数一数 就是五针 五针以后 我不想 我觉得搁的够大了 差不多了 我就脱落这个线套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一针里 挑出了五针 挑出了五针以后 我们五个线套 两三四五 穿回到左棒针上来 线不脱落 我们再绕 从这里织出一针 织出一针以后 脱落这根线套 脱落了以后呢 我们在它的这个背后 我们看一下 在它的这个背后 比如说 在这个横档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我们呢 织出一针 正常织就行 织出一针以后 我们再把这一针呢 剥收 看 我们这个小疙瘩就织成了 看一下 这个呢 我是在里头织了四个线套 出来的这个小疙瘩 这个呢 是晚了这个五个针套 织出来的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 你可以呢 根据自己的喜好 织大小不同的这种小疙瘩 这种小疙瘩呢 你看我阿兰花样当中 就会用到 那么织好多的这种宝宝山啊 也经常用到这种小疙瘩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织这个阿兰花样 好 朋友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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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